通訊軟件Telegram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杜洛夫 星期六晚上坐私人飛機 飛抵法國巴黎時 在機場被當地警方拘捕 他涉嫌管理不善 陰由用戶將Telegram 用作洗錢、走私毒品 和戀童癖內容等用途 有調查人員說 杜洛夫明知自己被法國通緝 還來到巴黎令警方感到驚訝 39歲的杜洛夫 2013年創辦Telegram 這個通訊軟件 在俄羅斯、烏克蘭和前蘇聯國家 有較大的影響力